在英國租樓好像很複雜 不怕,雲圓移民幫到你 幫你穩定樓、看樓 不用你四處走 快點來雲圓英國租樓專線6214438 了解一下 各位觀眾朋友 今晚我們在公司有個稅務講座 自不然稅務講座就是很多朋友 在不同的講座都會問我 有關英國稅務的問題 那些稅務怎樣安排 應不應該買樓 什麼時候買樓等等這些問題 今晚我們在稅務講座 我們邀請了專業人士 為大家解答這個稅務上面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都會安排一些 不同類型的一些講座 會給大家去移民英國之前 參考的 今晚是稅務 下一次可能是生活上的需要 例如我買車 應該要注意什麼關卡難題 所以下一次我們都會有不同的 類型的講座的安排 最重要是留意我們 宏願生活白福的頻道 或者我們宏願移民的Facebook Facebook廣告 當然如果你需要考慮更多 英國移民的一些問題 有些有關相關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Facebook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盡量會和大家 安排解答這個疑難的 多謝大家 一年容易有中秋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清嫂來 是 很久沒見到你 是呀 明天比較忙 不是 靚了 人又靚了 肥了 是的 今天就有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大家在桌面看到 開設一個新品牌 就叫做私房清 清嫂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是的 我們私房清的月餅 我們全都是香港工廠 香港製造 我們的老師傅 都是五十多年的師傅 我們現在只來做 傳統的四粒粒的月餅 冬蓉 五人 還有那個 冬蓉月餅 有些 現在這些叫做 麦里莊 有個 很出名的 沉皮紅豆 還有奶黃魚 有個沉皮冬蓉 這些都是 小糖的 沒有外面的那麼甜 最重要現在吃月餅 吃任何東西 吃得健康 但是有一樣東西 我們很讚賞清嫂 大家知道近年 做些月餅 就越來越 富麗堂皇 這些包裝 又貴都不清爽 吃就不是吃月餅 是吃包裝 但是清嫂 反貨歸清 反貨歸真 全部是一個簡單 簡潔的設計 沒有浪費 最重要是些東西好吃 所以這東西 首先要讚揚清嫂 裏面有多少款給我們選擇 這裡有一堆 有五人的系列 有雙網單網 還有阿信五人 但這個特別要告訴別人 因為我的會計 計錯了數 所以這個特別優惠 是為何不抄襲了 這個會計給他 沒有辦法 開始了 下一年我們改過 一年就當 一街坊出 因為實在太便宜了 差不多 好像年 是否虧著做 也沒有辦法 出了街的東西 就要做 有那些連容系列 單網、四網 其實我們最好的 是接訂單 做事 你可以訂四網 也可以三網 你跟我的訂單 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按照你的意思 去做 有得訂的 有的 那是否那個費用零計 還是怎樣 是的 你加了蛋 加一顆 我們加了十元 也不可以 不為過 你講到這麼厉害 其實加十元 當然是 真是便宜了你 我便分身推薦 因為我喜歡吃大網 我喜歡吃這個 單網、雙網都不夠 我們四網 那四網到時 你打給我 我就打給你們 還有那個東加茸魚 就是特別推介的 因為我們這個東加茸 是我們台山特別 很出名 我做了幾十年 所以我專門在我們台山 用了我們老字號的東加茸 不是很甜的 很爽的 很像水果那樣的味道 嗯 好了 我說得明白 我跟青嫂非常熟 所以我便分身推薦 不止 要試一下 但是不可以面前試 我便試 我便試 那分身推薦 所有的聽眾 如果聽到這個節目 或者聽到這個節目 都希望你們訂購 訂購 這個渠道 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當然有這個能源 也有私房清 是 我自己也薄盡勉力 如果有聽眾想買這些月餅的話 可以經我那邊買 我也是找一個清嫂的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這集我們又回來 阿祖住物棧櫃 導遊搜幾個時間 是 上一集我們說過的月餅 你買了嗎 我已經買了幾盒 你買了幾盒 你買了幾盒嗎 最重要是 月餅差不多是中秋 送禮自用 都必備的 因為我一定會買五人 第一底 第二我送給老人家 喜歡吃 我們繼續說土耳其 因為上一集我們說到 藍色的青針籽 現在我們說白色的青針籽 這個白色青針籽 它有什麼特色呢 它主要是沒有什麼特色 它是氣 一般的旅行團不會帶你去的 好笑 因為去完那個 因為青針籽差不多 這個特色就是 它建在山丘上面 在一個比較陡斜的山丘上面 所以不會有人去的 但是它也有歷史價值 而且它建的時間很短 只有七年就完成了這個 清真寺建築群 建築時間的七年 是一五五零年到一五五七年 即是十五世紀的時候 到現在也有七百年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而且這個青針籽 我也說過 香港的青針籽是很小的 在別人的伊斯蘭國家的青針籽 是很大的 你去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人是很渺小的 你一站在青針籽裡 你自己是一粒色仔 而且那些門不是大座的 是很高的 你去到禮堂中央 你以前覺得自己是一粒色仔 因為它本身是太大的 除了窗口又大 所以你要去到青針籽 你才會覺得人是如何的妙少 那就感受一下吧 好了,我們繼續說另外一個皇宮 這個皇宮 譯音叫做托普卡匹皇宮 這個皇宮 你一看下去 就像什麼呢? 就像迪士尼 古堡 是歐洲式古堡 這簡直是你在德國 周圍都看到的 在蘇格蘭也看到很多類似的 你一幻想 你幻想一下 你入了迪士尼樂園 是第一眼 然後晚上在後面放煙發 可怕 不過它真的是古堡 真的是古堡 古堡其實是歐洲式的建築 它類似中國紫禁城 它有很多建築群 我們現在看到的門口 它後面還有很多這些 還有一些 配… 我們中國有很多這些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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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門 它也有很多這些 其他建築群 但是 因為它是後架 所以地方也有限 所以你進去裡面 那些走廊和擺設 會令你有一些壓迫感 即是很細 很細 你走下去 不會說通渠大道 你會覺得走得很舒服 這跟他們回教的建築群 走得很遠 是很細 很窄 可能地理位置 地理環境也會令它不可以 建得很闊 有限的地方 但是它又想建好多這些配件 自不然會令到小 即是那些宮殿 那些旁邊也建了一個小的宮殿 所以 還有擺設 你知道 在那個時候的人 每個人都打算自己威風 越建得多就越威風 建的時候 計劃不太周長 即是沒有完整規劃 冬一塊西一塊 你進去裡面 都會很凌亂 知道 你不會說 這裡這塊是有些 代表什麼 那塊是什麼 你進去裡面 就像我們在圖畫上畫一些小屋子 那些屋子是周圍放的 總之是集聯文章 不會有層次感 不會說由矮至高 它又不是的 高高矮矮 肥肥瘦 大間小間小間 就在一起 但是 我講到這樣 你進去看一看 也要付400元港幣 所以很貴 我覺得你在門口拍照就可以了 真的 但是 土耳其有些珍貴的寶藏 就是在裡面 你想不看 你想看就又去看 付400元 如果到這方面有興趣 對 如果你不想看 只要拍照 你不想看 你敵視的門口拍照 差不多多了 有什麼分別 都給我講的分別 這個就真實很多 這個感覺真實很多 另外我們去完古堡了 我們去普洛斯海峡 我們剛才說了 這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個海峡 黑海一出來 要離開這個黑海 就要經過普洛斯海峡 如果你有興趣 有時間的 可以看的 可以坐船 有遊船 有兩種 一種是給十元八塊 很便宜的 交通船 即是往返兩個地方 歐洲和亞洲 那些叫公共交通工具 是 如果你想有些格式的 約八至二百元的遊船 比較漂亮 就會慢慢繞著海峡 繞一個圈 都是八至二百元 因為你離開黑海 去地中海 就必須要經過這個海峡 一定要 如果黑海封了這個海峡 就會變成內海 那黑海就是內海 對呀 就變成對不起 它不能出來了 所以這個海峡 其實是真的 在戰略上很重要 無論是俄羅斯也好 無論是烏克蘭 要離開那個地方 要出去地中海 必須要經過這個海峡 簡單來說 你去歐洲其他國家 譬如意大利 就必須這樣 所以這個海峡 戰略上非常重要 有時候運油 運糧色 最近烏克蘭 有些糧食要離開 要離開烏克蘭 經過黑海 就要經過這個海峡出來 所以土耳其是 我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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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真的 所以有人說土耳其 關於什麼事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如果去到土耳其旅遊 這個海峡 你都要去走走走 尤其是現在 大家對烏克蘭的戰役 不要管你關不關心 你有沒有聽過 裡面發生了很多事情 這個海峡是其中一條命脈 而且你可以試試 有人經常說 你從歐洲 喊一聲就去了亞洲 就是這樣 喊一聲就坐船過去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去到的時候 不妨在這裏入 坐一艇游一下也好 那不貴 你坐加工船只有十多元 你喜歡坐船仔 就八多元 沒錯 你到這裏也要玩一下 我們下一個就是講石塔 這個石塔叫做加拉達塔 加拉達石塔 這個石塔有什麼用 有什麼特別呢 它是金角灣的北面 是整個市的地標 就是伊斯蘭堡的其中一個地標 這個地標 在這個石塔 你可以看到整個金角灣的地方 可以遠眺 塔高是九層 那就是66.9米 66.9米 66.9米 即是67米 67米 也很高 也很高 67米 66米 18米 20至30層樓 有 有 有 一層樓就當它兩尺半 是的 所以它在地面離開是36米高 直径是16.45米 裡面是8.95米 長身厚是3.75米 長身厚 它當時是做一個防禦用途 我不知道它做什麼 防禦用途 還有這個塔 為什麼要這麼強調 就是大家覺得這個塔 你能否找到一個塔 是這麼高 和這麼大 是的 問題就是這個塔 是相當高 30層樓的塔 你想想 在很多國家 一個單丁的塔 是建不了這麼高的 建不了 中國的塔 更加是 是的 它的塔 是相當高的 30層樓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提到的長身厚厚 其實是一個防禦的 是 槍打不入 炮打不入 是一個軍事用途 是的 現在可能是保育問題 這個塔已經沒有了軍事作用 補育 裏面有什麼呢 有咖啡廳 有餐廳 可以在裏面吃東西 周邊也有很多 是的 周邊也有很多咖啡廳 就是下面附近的地方 還有一個特色 如果有一個方向對 你就可以看到普魯士學俠 哦 即是在塔頂上看 對 各個方向對 你看到海峽 你可以在居高臨下 看看這個海峽 究竟的重要性有多大 因為在遊船 你可能在海裡 也不知道自己位置在哪裡 在塔頂上看下去 這個海峽 連接黑海 還有地中海 你會發覺一件事 就是在伊斯坦堡 很高的建築物也不多 是 高的建築物也不多 所以這個塔頂上去 虎南地標 虎南博士鋪 才開合 所以我這樣強調這件事 因為你在那裡 你去到你會發覺 很多都是矮的 因為地方很大 不需要像香港那些 住在香港 其實你不太認識歐洲這些地方 那些房子不是很高的 是很危 即是他們建築物高 只是用來裝作 商業區要建兩座 那就算了 不是 那些地方 你用來做 剛才我所說的 杜拜 要建築物高 199層 要高於台灣101 杜拜 它每樣都要全世界第一 即是樓的高度 它是要全世界第一 那需要這麼高 其實是沒有很需要的 只不過要威風 我有錢 我又要威風 101 101 我要高於你 有很多地方建築物 不是 是要填海 建棕櫚島 其實有什麼要威風 所以這些地方 人不是太多 人口不多 地方那麼大 你將它攤平 你建屋在平房 也有很久你住 即是沒有必要 即是香港 台灣這些物質質的地方 雖然建高樓大廈 不過它的人口 你不要說 它的人口也不少 即是如果 譬如說 伊斯坦布 現在的人口 都佔了土耳其的七分之一 好像差不多一千萬 一千萬 一千萬 因為整個土耳其 就接近八千萬 土耳其很大 很大 八千萬 等於加拿大 三千幾萬 三千七百幾萬 還不怕 不過土耳其 其實你都覺得很誇張 八千萬人口 再放在地上 其實沒有多少人 即是 我們作為香港人 住慣 住慣這些地方那麼小 那些房子 像摩天大樓 一個小小的團 也有幾十萬人 很難想像外國那些 外國一個城市 都住不了幾十萬人 那些什麼 北歐的地方 幾百萬人而已 大佬 可能一個城市 是說幾十萬人 甚至乎 有些城市 小一點的話 十萬人一個城市 也有 好了 這個塔裡面 還有一間夜總會 還有一個 是跳土耳其舞的地方 土耳其舞 雖然 起的時候沒有魚 有電梯 現在是有電梯 後期加了電梯 不會叫你 二十十層樓這麼高 一二十層樓 現在就等於保育了 裡面的實質用途 就變成商業用途 娛樂為主 飲食娛樂為主 這是一個景點 不要說外面的遊客 本地人也是一個景點 不過 如果說到這個土耳其舞 其實我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可以介紹 說一下土耳其舞 我記得 如果你們 跟傳說 他離開大概 伊斯坦布 一個小時的車程度 向著內陸的方向走 他有一個古斯路商旅的旅館 是一個旅遊景點 亦是一個古籍 古城 古城 不像一個城市 總之有一堆屋 平房 很難融融 即是以前的商旅 經過的時候 歇息 或者客棧 對 沒錯 客棧 一般我們在安排 可以看一場 土肥舞秀 很特別 如果 你剛才說到 在這些城市裡看 他就有一個表演場 在台上跳 很現代的 第一 那個環境 就是一個很復古的環境 第二 大家都坐得很近 包括跳舞的人 是圍著他的地方 他在舞台 就在地上跳 身秀可及 身秀可及 你圍著他 當然圍得遠 也很大的 就是這樣說 那個廳也有幾百尺 但圍著幾十人 沒有自己在地上跳 而且他最好是 有當地樣的葡萄酒 特別甜 他的味道很適合 我們不懂得喝酒的人 所以當天我也喝了很多 當作是飲品 因為甜 我喝得很興奮 我開心得不斷拉著 土肥舞的美女在地上跳 又拍照 特別是我們的馬鹿佬 無論如何都要照顧一下 拍照 玩都是不願意走的 如果大家去自由行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地方 我覺得比你在城市看 風味會更多 因為城市始終太現代化 想復古些 去一些舊城區 你可以一起參與 一起參與 加上他喝了兩杯葡萄酒的人 又會很興奮 跳舞的美女 他會拘捕你 邀請你 他會邀請你跳 一起跳 因為他淋氣的時候 大家一起跳 所以氣氛很棒 加上土肥舞 是一種性挑逗的 但你看上去的時候 他真的很厲害 當然厲害 我們都看到 因為跳舞 基本上是一種性挑逗的動作 按原始人 對 例如雀鳥 雀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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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 owning 雀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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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首肴式就像近不空 第二,上身胸部要稍微有点清淡 这样才美, 那条腰就像蛇般扭来扭去 上面也有顶着扭去 所以变成来说, 很吸引 当然我们不是从一个色情眼光 而是从一个娱乐眼光的欢乐气氛 而且你喝了两杯是放松了 加上那种气氛 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出去 就会觉得这个好色 但在那个环境之下 每个人都被你拉出去 因为你是坐得很远的 无论男女都被人拉出去跳 因为你是围着那个场地在那边跳 所以其实他一直崩掉的时候 很多人出去跳 不会只有一个而已 所以如果要去参加这些肚皮舞 他会找一些比较古旧的 最好是可以一起互动 我估计新式的地方都有互动 可能我不知道 只看就不跳 但我有看过一些像舞台那样 如果在舞台上表演 当然不会拉你上去 但如果你整班人围着一个圈 一些小的巴桌 看这些一定要这样 我建议大家这样 如果跳舞女郎跳跳的话就会捉住你 你喝了两杯就会更加开心 不只是你一个人都会拉 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 如果跳土培舞就更加进一步的形式 在香港也有土培舞班 但是那些我们没有机会看 而且你不要说 土耳其的样子有些是很贵的 因为你知道他被罗马统治过 所以他也有说自己是欧洲人 当然他有很多是看得不像土耳其人 特别是我们那时候 轮廓很分明 对呀 有点蓝蓝的眼珠 所以有机会去土耳其 土耳其这个舞 大家就不可错过了 今天就差不多了 都说不完 不如下一集再说吧 今天就说这个 拜拜 云园海外物业中心呈献 英国多房式HMO计划 年三年租药 高达七厘回报 投资英国物业市场 还等 快点打电话来62214438 找宋生了解详情 你好像进了一批泰国 很经典的一批繁衡 因为我们有些泰国朋友介绍 他说泰国现在很热 黄金番茄 名字叫黄金是不是有黄金呢 是有的 真的是黄金的 黄金原来有些矿物成分 对皮肤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拿回来 可以说是厂家直销价 直销 对了 就50元一批 真的吗 泰国就要买到240匹 一批 即是约60元一批 香港会比较贵的 因为它是零售价 我们就从厂家里拿出来 这个老友就为我们的厂家做这些东西 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有一天有 带给我们的听众 但是它还有一个礼盒装的 一盒就6批 280元 即是抗氧去皱纹 对了这一类 其实特别的问题是 现在很多香港人都会用中肺炸 特别有时候 如果皮肤敏感的朋友 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即是生的那些 那些粒粒的那些 医生跟他说你不要用 没用了 你还是用肺炸 因为肺炸刺激性就没有那么大 还有这个黄金简是没有化学成分的 没有的 全天然 还有它是手工做的 是 手工做的 当然你不可以跟机器做的那些 它比较 因为它 价钱也不同 价钱也不同 但是它 尽贵的地方就是说 最后一些其实是否经贵是不重要的 因为它有实用 有效 有效 大家也有兴趣的 可以给电话给我们 是 数量就不多 暂时第一批不多 大家有兴趣可以给我们 OK 是的 有效 人生 国家 未来 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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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离聚 未来 F 远聚 这 你的 这 多